嗯 呵呵 好 嗯 我要静静一下我的手机呢 叫起来 好 可以 嗯 好 好了吗 哦 大家好 我是唐永红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台海正经事 今天我继续和郑远兄一起来讨论近期的台海热点问题 我梳理了一下 我们梳理了一下 这几天呢 主要有两大热点问题 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福建建成功能完成了海事 这个这个消息呀受到两岸的媒体 呃 比较关注哈 这是一个热点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呢 520即将 来到了哈 围绕着耐心得上台后大陆台湾及国际方面的一些博弈与反应也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哈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关于福建建这个 呃海事与国方面的反应 那个永恒兄我们各位台海正经事的各位观众啊 各位好朋友们啊 这个有关于哈这几个大新闻啊事实上在台湾报道都非常的大啊 首先谈到这个福建啊 福建号这个航空母舰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第三号航空母舰当然众所蜀目全世界很多媒体都大幅的报道 那台湾啊也不例外啊对这个福建建大幅报道那可是哈这个报道的内容啊哇各有千秋 如果是属于中间的哎因为台湾的媒体分成绿色的中间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蓝色的如果是蓝色的或者是中间的大部分都是巨石报道充分的报道 但是如果是绿营的媒体不管是电子媒体平面媒体可以说就近其量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扭曲啊 那我来讲这个福建建哈 在海事过程里面啊台湾的电子媒体或者平面媒体尤其是蓝营的或者中间的 他们报道些什么东西哈 一个报道很多的海事的细节 那这个海事的细节哈他当然大陆上并没有公布那他们是参着 很多国内外有关于各式大型军舰的海事过程里面 去做某种补充 比如说 他们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海事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测试速限 Speed limit 什么叫速限啊 就是说你从多少这个几节到几节因为这个 船舰速度是用节嘛 嗯对到几节啊 也可以加速到多几秒内 或者几分钟内可以到达 啊 那这方面大部分都评估啊 认为福建号 是可能是当前 最新的 航空母舰 而且是在 速限方面就是 Speed limit的方面啊 会表现是最好的 因为 他最新而且新科技应该表现最好 那第二个呢 就讲所谓的 海事的项目叫做crush stop crush stop crush是撞车的意思 stop就是紧急停车 在海洋上 避免撞船有一种叫 紧急停停船 那福建号可能会有这种紧急停船 的测试 为什么测试紧急停船跟这个速限啊 那有个原因就是要测试他的 电力系统跟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这两关是很重要的 嗯 那他们就会声会影讲得好像在现场 看到这个福建号 在这个实际海事一样 第3个好叫 操纵性英文叫 maneuverability maneuverability 就是说 他的扭率扭力有多大 那扭力用在什么场合呢 用在说 你转弯的角度能够用 最小的怎么样的速度底下来转弯 所以就有一些 大陆上好像也有看出来 那个福建号转弯的那个后面的海文 那个波浪的文献的图案 最近刚好大陆有一艘叫海南舰 这两栖攻击舰 差不多三万六千吨 将近快要有一半福建号那么大的 你还是绕个圆圈 表示他操纵性非常的好 因为 我们开车转个圆圈不是问题 在平地上 在海上要转个圆圈那很困难 转了不好就翻掉了 因为那个海流是有时候同一个方向有时不同方向 我们那个技术要很高的 那船本身要很好 这个是电力跟动力很大很大一个考验 这个叫做manoeuvability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各种 动力的考验 电力的考验 比如说 福建号上面有电子弹射的设备 电子弹射设备 目前所知道的像美国的 福特号电子弹射 大概只要弹400下 他的那个 马达就会过热 所以就要休息啊等等维修等等 那这个福建号 据了解 他说他设计啊不是 4000次的 起降起飞 而是设计多少3000次的起飞 才需要 做一个休息 那个就进步太多了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相关的资料 只是因为媒体的一个侧面的报导而已 所以海市有很多很精彩的项目 而且他 5月8号测试完毕嘛 那就回去了 那海市通常不会是只一次 应该都会好几次 这一次第1次应该是电力跟动力测试 那未来可能 就还会有其他的测试的项目 比如装上武器啦 看怎么测试啊等等 那这个是 蓝眼跟中间的媒体就像我讲的 哇报告的很详细啊 好像说他已经在现场看到 叫做他记录 但是 是很丰沛 很丰富 但是在利盈的媒体方面啦 就 刻意抹黑 啊 哎什么叫刻意抹黑啦 他说 哎呀 那个 这个 福建建的出海啊 上面也没有舰载机啊 那呀那个那个不叫做 电池弹射的测试啦 也没有电载机就表示这个可能做个样子啦 而且利盈媒体 很搞笑一下 大概是在 几个月前啊 因为福建号停靠在 这个 船屋旁边啊 然后 上面有很多 很多线条痕迹 对 他们就说你看看 哇中国大陆工业都落后落后 那福建建的甲板上的出现泪痕 这种话都讲出来了啊 利盈的看多多多离谱啊 然后这个 后来蓝领有人出来打那脸 他说那个什么叫裂痕 那是水基 因为福建号的那个 排水啊 甲板上的一个排水的纹路就是那个样子的啊 那现在证实福建建上面啊 没有 甲板没有裂痕给你看 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台湾不管是 这个持平的正面的报导非常多 那些 恶意的抹黑贬义的也有一些 而且是在主要在绿营的里面 他们害怕解放军太强大 这个福建建的一个一个使用的情形 跟他实际上的这个技术水平 基本上是绿营一贯的作风 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这就是大体上有关福建建的报导在台湾 大概是数一种情形 是 的确因为像关于 航母这一块呢 我自己说实在的是外行 我还不如 郑远兄了解的比较 比较多一些 但是呢 我们从那个 大陆这边安排的那个 海市的 时间表上 那个期间的看的话 他是提前完成作业的 对 他当时我看那个信息是本来是安排了1号到9号的一个期间来进行海市 那最后的结果是在8号就完成了8号就回到那个江南造船厂那个码头了 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提前一天 就已经返回了码头 这很可能就表示他的测试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这次测试刚刚郑远兄也提到他主要是针对的是动力电力系统 动力系统电力系统的一个测试 对对 所以 看起来这个测试啊 可能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 他能够提前返航对不对 那么 这个 在中国大陆这边呢 其实我注意到 其实大家也蛮关注的 关注航母这件事情了 这是第第3手 而且这一手 这个装在了 刚刚讲的 电池弹射等等 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 实际上是战斗力 如果说将来用于战争的话 他的这个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这一手 所以大家 大家其实还蛮关注的这一手 因为如果用那种传统的蒸汽弹射啊 他会有个问题啊 就是说 他那个 每一个小时弹射的次数比电池弹射少了一半 嗯 少一半 比如说如果说 每半个小时能够弹射一架 然后对于这个蒸汽弹射一个小时顶多是两架 然后一个跑道两架 三个跑道也不够六架 那现在福建号的是两个跑道 给弹射 那现在据了解就是说 最起码 这个 10 10分钟到20分钟可以弹射一次 那我们就假设20分钟好了 那我们一个弹射跑道一个小时可以弹射六次了吗 那两个跑道可以弹着一个跑道可以跑三次那两个 跑六次 不然就要说 我两个跑道跟你三个跑道一样效果如何呢 那如果 电子弹射 成如这个有些报道讲15分钟课一架 我那就更快了 一个小时至少可以试驾吗 对 两个跑道就八架了吗 就赢过你这个 三个跑道的这个 伏特舰的嘛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算法 当然在比较紧急的状况底下 可以缩小不管是福建到福特都可以缩小 但缩小 电子弹射次数 还是会比 蒸汽弹射要好很多 那现在美国有 现有的航空美舰假设是 现役的10艘 然后他9艘是蒸汽弹射啊一艘是 这个电子弹射 那这个大陆上现在因为 这个辽宁舰跟那个什么 跟山东舰还采取比较苏联式的那种滑跳 起降的一个一个状况 所以他甲板是 有点斜斜的吧 对他的效率如何 没有 没有相关数字 对 这个因为 航空母舰本身不是作战机 他的舰载机才是作战的武器 他只是平台而已 所以舰载机 起飞的起降的这个频率啊 啊 就是变成一个很关键性的 一个作战能量 是 你那个你的 就是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弹射出多少架 这个战斗机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能够持续多久 能够持续多久 对 能够持续 这种伐射能够持续多久 对不对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参数了 对 那 我听说我看到信息当初 福建建最初也还是要用是要用那个什么蒸汽性 蒸汽式的盘射 最初最初 对后来说那个因为我们那个电池弹射技术啊 那个出来了 而且比较先进后来就临时就把它又改成了这个 又转成了这个电池弹射技术 所以这是第一次 这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一个进步 很大一个进步 对啊 这个这应该是直辨 算从量变到直辨的一个技术的变化吧 从那个蒸汽式 美国人包括外界摸不摸不着边 为什么一个 8万吨的而且又是常规动力不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 有办法用电池弹射 因为电池弹射 最大的问题两个 一个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马达会过热 不管怎么弄啊 他就是一个马达去带动这个电池弹射 轨道上面那个像木桩一样的 把这个飞机往前推 而且 短短的时间里面 必须要推到飞机要推到时速200公里 飞行时速推到200公里再让他出去 所以这个 这个第1个就是 引擎 中国大陆怎么突破这个技术 我讲不是你讲什么 马达 马达 第2个就是说 怎么有那么多的电力 因为一个船上 这个发电能量是要分配啊各种都要用 不只是 弹射啊 还有很多这个 本身的动力要消耗 他哪来那么多电力 美国到现在就在百思不解 常规动力 而且电池弹射要耗那么大的电力 那他电力是什么配置的 他电力 怎么会这么足够 还说可以 可以弹射3000次 那个很大的电力 你想想看要把飞机动不动四五十吨 那么重的东西 要把他 往前推好 而且要推到时速200公里以上 那他能够顺便起飞 这个技术是很先进的 大家都在 正准备看福建舰 到时候哪一天真的用舰载机来起飞的时候 一定是众所属母 是 这个 自从那个福建舰 下水以来呀 许多人都在问 那福建舰第三手航母 这个 已经 海市了 那么这个跟 将来大陆的解决台湾问题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这个我不知道 郑远雄在 你观察到岛内的 对这方面的 怎么样一个反应和评价的 也一样 台湾的舆论就是 壁垒分明 我刚才讲的 蓝颜绿营中间的好 那在这个福建舰 大家认为都是说福建舰对于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很大的帮助 但是蓝颜的跟绿营有不同的态度 蓝颜的就觉得说那应该早日两岸 和平统一比较重要 不要这个 大动干戈 因为大陆上有了福建号以后 现在军力上根本的压倒性的 可以压倒这个 台军加美军 再加日军都不是问题 而且福建号就是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突破 这是蓝颜的说法 蓝颜又来 酸溜溜的 他说 哎呀那个还是不如 美国的福特号 然后还有什么缺点 什么缺点 不一定能够顺利战斗了 那第三个讲说 那个福建 舰也不可能停靠在台湾海峡 所以对 武力统一台湾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大体上啊就是绿颜讲的话 那 其实蓝绿啊有些意见也算正确了 蓝颜的方面正确是 福建舰的成军 的确是解放军海军力量一个重大的突破 包括说你不是可以影响西太平洋 还可以影响南海 如果你是一艘的话 你要顾南海就顾不到西太平洋 你顾西太平洋就顾不到南海 那两艘的话 一艘顾南海 一艘顾西太平洋 那这个 问题是西太平洋面积实在太大了 你一艘都不一定够 这个南海面积比较小 一艘也够 然后 这个 西太平洋 北边一艘南边一艘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 福建号上来了以后呢 就等于是 让这个整个部署可以 西太平洋可以更完整 更完整 那 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有个很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家有个共识 就福建界不是用来打台湾的 为什么 因为福建界不可能停在台湾海峡 甚至于 东海也没勉强 东海水域太小了 那这样是很小 福建号 一个 一个所谓的 防卫半径 至少都是300公里以上 所以左右左边300公里 右边300公里 加起来600公里 东海没多大 对 就是塞满了 所以应该是在 西太平洋 那西太平洋 也不是要打台湾用的 要 阻止美军 借离台湾 就是 区域拒止 比如西太平 这个区域 我把你 党在外面 或者是 反介入 你要进来的时候 我能够有各种 武力可以把你挡起来 然后 这个 福建 福建建可以扮演这个很重大角色 我来打一个比方 就是 这个如果停在离台湾 500公里外的好 外行 然后福建建的建载机 比如说我们也是 是用歼15吧 他可以再往外延伸至少1000公里 嗯 对 就 500公里加1000公里就已经快到关岛了 对 快到关岛了 所以 变成可以阻止关岛的美军跟空军 进入 福建建 所摆出来的这个 反区域 的介入 反介入跟反 跟区域巨组的这么一个 一个武力在那边 那美军不来 很多台军 而且是台独派的人 他们的内心如果没有美国支持 他们是很脆弱的 他们知道 一打不够解放军 二 靠美国看能不能 没靠不住 对你讲对 不过 绿人都会觉得美国靠 靠不住 只有蓝人会觉得美国靠不住 所以美国靠得住靠不住 分出你是哪个绿的 很简单的道理 是 我过来认为 中国大陆加强 军事能力 这部分 它不完全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 它主要是着眼于国防建设这一块的 包括刚才讲的区域巨制能力等等 那对于 将来国家统一这块 它客观上其实当然也 还是有些作用的 尽管大陆一贯坚持是我们尽可能的追求 实现国家和平统一 对不对 但是呢 强大的一个军事威慑力 特别是刚才讲到的 区域巨制 美西的介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对打击台独分裂是你 想医美 这个巨童 谋独分裂 那在心理上的打击 包括对那些台独分子 很多民众的心理上的这个 威慑力上是蛮强大的 那我一个人认为 就是 所谓的 和平统一跟非和平统一 都是国家统一的方式 没有截然分开的 这两者都是可以并行不备的 相对于章的使用 那么特别是在 即便不动作 真的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 但是作为强大的一个军事威慑能力 这个特别是 杂碎台独分裂势力 以美 谋独的这些幻想 拒绝统一谋求分裂这些幻想的话 实际上是有重大的这个 县市层面的 作用的 之所以在我观察起来这么多年来 岛内 一帮 拒绝统一 谋求分裂的一帮民众 他 包括台独分裂势力 他们主要就认为这个 美国 会来 支持他 支持他们台独分裂 对不对 保护他们 保护台湾安全 帮助抗拒统一 甚至 民众保护台湾安全 实则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 是 他实际上这是一体的嘛 他都是一体的 那么 当然他们这样想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全世界在特别是在军事实力方面是老大 对不对 是吧 所以 他们也有他们的依据 那么 不管怎么样随着中国大陆 中国势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逐步逐步的这个 往前赶 如果说 当然现在目前还是居于老而为止 但是受到这种逐步逐步的感激 甚至感超的话 那么对 台独分裂势力 这个台独分子的心理的威慎能力 砸碎他们的一门谋独的泛响 那个上是有重大的一个现实上的意义的 那么 所以说 我也就是说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这个跟 解决台湾问题 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关联性 倒不是那么特别大 但是呢 他的确有助于国家统一 包括和平统一的这个 进程的推进 我想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所以我们楼关启程 那么 我们 我们这个就是 还有 还有一个话题 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样子吧 志愿兄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话题吧 不见见 或者未来的 可能据说还有第四 这个航空母舰 那这些的确在威慑 这个威慑 这个台独私利在台湾的仓皇是有帮助的 就像 应该是 去年 还前年 去年那个 陪洛西访访台湾 陪洛西访台 威慑 是对于 这个台独啊 这个 打击啊 跟心理上的压力 是很大 那这个 和平统一跟所谓的 武力统一啊 这个我们不必去把它排除说 只能有一种没有 要么无力统一要么和平统一 事实上这两个是相互交错运用 对 台独就不敢猖狂 嗯 那么像他们以前 自称独派 就发现没有人理他 他现在改称他们是台派 不敢 不敢功能挂牌独 那你台派呀 独派呀 总都是台独派吧 那如果是解放军的实力越强 而且在 所谓的战备警循的时候 越靠近台湾自己所划的 那什么航海线的话 那这个对于这个 所谓台独派的压力就更大 他们不敢猖狂 嗯 这点是很关键的 那能不能和平统一啊 我目前是还看不出来有那个契机 但总是 北京有在努力吗 我一直在讲过 北京现在被联合国认定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那要不要统一 那可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啊 怎么会是地方人事的责任呢 对不对 那当然 就是讲这个大原则好 那地方人事能够呼应 能够配合当然更好 那不能呼应 不能配合 或者不方便呼应 不方便配合 或者被压力底下有呼应 声音也出不来 要配合手脚被绑住 也没办法动 那这个情形里面 中央政府的责任跟义务 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他统一的行动 更加的 积极更加的坚定 而且更重要 更加有力 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个 和平统一 比较会有人敢出来 说啊 我想来跟大陆 弹劾 要不然的话 没有这种压力 他们是不会 不敢出来 吉祥心想和平统一也不敢出来 然后那些台独分子就更猖狂 我认同你的讲话 他不会想要和平统一的 然后台独分子现在势力越来越大 所以 只有他们只会害怕武力统一 他们根本就不想和平统一 那只要台独一直控制的台湾 那对不起 你只剩下 武力统一这条路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在我个人看来就是 即便和平统一 它还有两种 两个层面的这个含义 一个是 所谓心灵气和的和平统一 但这种 可能性的程度有多高 比例有多高 那要看情况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被迫是和平统一 是不是 自主之约 被迫就比较和平同意 这个就是 没有发生战争都算和平的 都算在的 如果战争跟和平相比较而言的话 没有战争的话就算和平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 这可能性不存在 因为你们 那个跟各位大陆朋友报告 台湾的台独势力 是直接延伸日本人 以前台湾的力量而来的 现在讲到美国的加持 美国要不断的 明的不支持台湾独立 暗的都在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在这 需要 你要台湾有统一的力量 更不太可能 我讲力量是有组织的力量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 我理解 这个地方 这个我想大陆网民都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大陆网民好像没有人主张 德平同意 85%以上都主张 对 但是 大陆网民都没一切 所以 即便我们的 我刚才讲 即便说要有 近最大可能实现 和平统一的话 我个人的意义是说的 也不完全是心灵弃合的 自主自愿的和平统一 很多时候也是一种 被迫无奈的选择 对不对 是吧 人在这个社会中的选择 都是很现实的 一方面是 当然最最最最好的方式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这个 我是 自愿的选择 而不是被迫听的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被周边反击 制度 国方面所 这个 现实的力量所 迫使 给我的选择空间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 即便也 发生所谓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是吧 反正就是 总体上而言 大量方面的说 我们推进 我们实现国家统一 虽然接着和平统一 但是绝对不放弃承诺 非和平 这个 这个方式 这两种方式 本来都相对一章的使用 这个 相对一章使用才有助于 甚至有助于和平统一的实现 那么 和平统一本身 也 我刚才讲的也包括两个层面的 意思 一个是 所谓心灵激合的 自愿的 这个心甘情愿的 另外一种也是 破语现实无奈没办法的 不得估的 一种选择 我觉得 心甘情愿的在台湾将近三成 不心甘情愿的有四成 然后 剩下的 大概有两成 是无所谓的 就说 你要统一就统一吧 那你不想统一就不要统一吧 大概是有两成 我分析 所以有时候 大陆朋友讲说 台独是一小错 我觉得 不是一小错 他们台独工作者也许是一小错 可是他们的支持的时候 在台湾有将近四成 是 我不客气的讲 现在 还想统一的可能变成一小错了 是不是 台湾是如此 台湾是如此 是吧 那么我们 我们第二个话题吧 郑兄 那个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 围绕着这个 内心得五二零马上就来了 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 大陆台湾以及国际方面 对围绕着这个 赖金得 这个 五二零就职 以及 今后可能出现的 台湾的一些状况 这个做了一些 大家也在博弈 也在做出了一些 这个 用言语方面的 舆论方面的一些 这个 这些论述吧 我们 我们住在大陆这边呢 就 最近呢 他就针对那个 日本跟台湾的互动 这个做了严肃的一个表态 对内心得 再次点名了 这个 5月9号的时候 内心得他说 这个 期待五二零之后呢 台湾 可以跟这个 日本加强合作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也是台湾有事 提出这个论调 那外交部 大陆外交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林健就 就进行了批驳 说这个 这个 翻炒此类论调 再一次 暴露了这个 他的底层逻辑 就是 妹子卖台 斜阳谋堵 那5月10号的时候呢 这个 林健再次就这个 所谓的日台互动 再次强调 日方不得向 台独分裂司令 发出错误的信号 这个 你怎么看待 民党当局 这几天 这个对日的 一些动作 赖清德释放了 这些演论 他到底有何目的呢 赖清德 你不必 怀疑 他是一个 高度 硬派的 台独分子 尽管说 他可能 有时候手段 会变得比较柔和 但他 能乱是一个台独分子 对他来讲台独就是一种宗教 然后这个宗教的义务就是要去推动台湾独立 所以他是在找缝隙 找 空间 想办法再把台独运动再往上更推高一层 那这种台独运动啊就是要去中国化啦 要抹黑中国啦 等等的 那 接下来就是依靠美国 依靠日本 这个 这个是基本上所有台独分子的思维就是这样子 啊 啊 在另外一方面啊台独分子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他们不太会轻易屈服于所谓的外界的压力 这跟很多人 想象的不一样啊 我所了解台独分子像赖清德一样 就是一个杠子头 他不太容易去 除非他看到黄河 心死 掉眼泪 如果没有拖到黄河边 没有去 看到棺材 他是绝对不会 改弦易策的 他现在没有这种压力啊 那 因为中国跟美国这些人的互动里面有些默契 拜登也说反台独 所以他们担心了这个 郭啊被赖清德砸了 派人 罗森伯格 几次到 赖清德这边来 那不外乎就是说 你520就职的时候 你要讲什么 那其他政策不管你对大陆政策要讲什么 那可能两方面三番五次的沟通啊 那美国一定会给那个定案 你就照这样讲 照这样 像以前陈水平就是美国要哪里 事不宜没有叫他念 不晓得目前 这个应该已经定案了啦 现在就等着先底牌 就是赖清德的 大陆政策到底是什么 两岸的定位 跟大陆政策有关 两岸定位就涉及到 大陆政策最顶层的一个设计 那接下来这两岸的什么互动 定位是什么 互动是什么 所以这个赖清德 应该在520会想办法去 扭曲 或者这个所谓的台 台湾跟大陆关系的定位 因为 在蔡英文已经公开讲的两岸互不隶属 那已经不可能从这个线退退走 所以他可能会讲一些我是民选的啦 我是合法的啦 大陆应该找我打交道啊 大概之类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反正大陆过去8年也被蔡英文磨得没脾气了嘛 所以对于这个 那赖清德可能 大陆上很关注他520的正式表态 因为这是个正式对大陆政策的表态 接下去大陆才会有所反应 这个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大部分的人也会觉得说 赖清德的这一次的就职演说 是一个很重大的表态 那如果他不表态的话 能够拖的时间也不久 因为立法院 立法民意代表机构好像是要在5月24号 邀请他到 这个 立法民意代机构里面来讲话来演讲 来报告 那 这个 应该是逃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你还是要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那就不晓得他要怎么去美化他的 大陆政策 这大家都拭目以待 美国很 很谨慎的在看出这一点 你讲其他的政策无所谓 但是这个是美国所关注的 也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承诺 大陆相关大陆当然更关注了 那大陆平常都会收集很多的专家学者的意见 也曾经收集我的意见 我说第一个 你们不要期待太高 他不会呼应大陆的想法的 第二个 但是也不用慌张 理由是 这个人是一个又投机又谨慎的人 所以他会 很小心谨慎的 推动他的台独工作 而不会 在这个时候 制造给美国人的纷争 或给中国大陆 有理由来打压他 他基本上会小心翼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他怎么很 很这个乖巧的方式来闪斗 我目前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就是 你要知道赖清德 是民进党里面 少有的亲美分子 民进党的亲日分子 就是说是民进党亲美的很多 但像 这个赖清德这么亲日是比较少 他亲日亲到什么时候 什么状况 我来打个比方给大家听 当年他好像2016年 他当这个台南市的市长 那时候发生一次地震 就把台南市一栋叫围观大楼给震垮了 震垮 他市长当然负责这个救灾的工作 然后他救灾里面干了什么事呢 这个大陆说我要派 救灾人员过去帮你忙 因为瓦砾堆要有很多有经验的人嘛 才能够去找到里面活人或死人嘛 赖清德拒绝 但是美日本说他说派了一个 四人小组 来协助 带了最新的武器 然后 赖清德马上到机场 是 我记得 这些 这些日本的专家学者呢就拿了很多看起来很 很新奇的什么生命探测仪啊 就在瓦砾堆里面找来找去啦 嗯 那其中有一段对话 好像 被这个 谁啊 是陈赫南还是谁我忘了东南卫视的大牌记者 还是央视我忘了 好像是央视 听到说日本人对话是什么 有一个哦那边太危险不要过去 对对对 是 然后这个新的被登出来了以后 蓝领媒体转载 他们就把这个大陆记者驱逐出去 因为什么 恼羞 转什么生气 对 对我们 我们福建的门哪里用 这个建设登上去 就恼羞成怒 对 也知道说一个人 大陆伸出 有援手说我派人去帮你救助 他拒绝 日本人派人不三不四来 他把他奉落 祖先 你可以知道他的态度如何 那这种问题这种人 没有武力统一解决不了 是 我是蛮认同 郑明兄的判断的 这个赖金的自己都自称自己是务实的台度工作者 首先他是一个台度分子 这是好他自己都承认的 行动上他是务实的 就是刚才郑元兄讲的 他的务实就基本上就是 他为什么要务实的 因为他都大家都知道 他靠他台度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完成 这个最后的那一里路的 所以他一定要依靠 美国等外部势力的这个 这个支持的才有可能 真正实现所谓的那个最后一里路上的台度 那么所以他要也就是要看美国的脸色 看美国的这个时间段 时间点上面怎么来 处理两岸关系这一块 所以他 所以他是 他必须他的务实 也源于这两 这两个方面的一个 一个原因 那么他的务实的体现在哪方面呢 就体现在 他一方面 我想他会善用他 所有的党政资源 一帮 一帮 这个往这个台度方向走 包括刚才 资源兄提到的那个去中国花呀 对不对 这这些东西啊 他一定会在 会进一步的 很看起来 就是很柔性的方式 这个 渐进式的柔性的 往台度的那个最后一里路上面靠近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么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他鉴于目前美国的这个 为了配合美国的战略 需要 美国近期也不想 跟中国大陆把关系搞破了 是不是 美国近期也不可能 正式支持台独分裂 也不可能 承诺出兵保护台湾等等 所以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那么他的务实力 另外一个体现就是什么呢 他可能 轻易不会 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过的 去搞那个所谓的 法理台独啊 什么公投台独的 然后就在郑元雄讲过 他可能务实的会搞什么那个 大法官失线的方式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在瞧呢 因为即便 用大法官失线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对不对 看大陆上 忍耐度挺高的 这个 大陆是这个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 这个不会 就是这个 动手吧 有活跃文化的性格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所说的 耐度很高的 对 那么 其实我个人是对他的 吴尔林 这个演说 是不抱任何期望的 这个代表 对 我一贯的地方就是 我们要研究 要思考 我们该怎么办 这比较重要 这比较重要 至于他 至于他说什么 其实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了 他说什么 我们都很清楚 实际上 他的 这个 这部分呢 你看他目前 他不仅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包括 这个跟日本的 这个互动 这种 这种 说法 什么 日本有事 台湾就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种 你看他在干嘛 他还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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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多一帮 这个 所谓的反了发的势力吧 对不对 还要形成联盟的 这个抗体统一 统一谋求分裂 对不对 这个 这也是一种惯上的做法 所以我记得 蔡英文当时 他不仅仅是像 不仅仅是我们说 他当妻子 他其实还想当妻手 他要来呼范 呼吁形成联盟的 来对抗大陆 对不对 对抗大陆 所以实际上 我注意到他 他想把这个 周边跟中国大陆 多少有一些矛盾的 一些国家和地区 都缴合进来 对不对 对 当然 他目前就是这样子 他跟美国的 就要学美国的 美国就是这样干的 美国对付谁呀 包括对付大陆 他都是这样子 美国绝不单挑 通常都是这个 打群架 对不对 他要拉帮你去 打群架 最好 如果是热战的话 就找代理人来对付你 对不对 是不是 要不要找英国 要不要找加拿大 要不要找这个华国 德国 所以 所以我们注意到 就是看到 所以我注意到 中国这个外交部 这个发言人 这个对 对再次点名 麦庆德 这个对他 进行警告 也对这个日本 提出了这个 一个要求 他们不要给 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什么错误信号 一种比较 比较强硬的一种 一种表述 那是表态 其实我一直认为 说什么是一回事 做什么更重要 怎么做都更重要 百说不如一做 对 对 特别是 对我们一个大国 应该是 就是 警驭盛行 严处必见 才有微信 对不对 是吧 那么 再有就是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 随着这个 520的到来 亚洲 一些周边国家 对台海局势 它是 我们看起来 他们是非常关注的 比方说 新加坡的副总理 这个 副总理叫什么 叫防寻财 很心裁 对 6号的时候 好像 几号开始 变总理了 他马上当总理了 对 我看到那个 西文汉山 6号的时候 他接受 经济学人 专访 回应了 一些问题 包括中美关系 新美 这个防务的 防务合作 新加坡跟美国的 防务合作 还有台海 这个 以及中东局势 对新加坡的影响 等一系列问题 他 他阐述了很多 跟新加坡有关的问题 他说了一句话 当时我注意到 他说 我们不容许自己 被任何支持台度的 视野受利用 是吧 这些问题 我想你也应该注意到 那么你怎么看来 他这个 这个说法呢 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巧妙 又很聪明的 我应该这么说 那个 2019年香港 有反送中的暴动的时候 对 事实上 在香港 金融界工作 有很多的台湾人 而且这些 很多是台独分子 他们都有去参加 这个反送中的暴动 他可能没有用武力 但是他们有去参加 他集会啊等等 然后这个后来啊 实施香港版的国安法 嗯 他们就害怕了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离开香港 回到台湾 后移民到新加坡 继续在同样的金融界工作 嗯 然后这些人啊 去到新加坡的时候 也经常参加新加坡 台独团体所举办的活动 啊 这个 呃 在新加坡 他不会讲说我是台独 他会想找台湾同乡会的名义出来 哦对 用同乡会 对 嗯 那同乡会里面 有些人不是台独啊 他会找出一个台独倾向的人 就寄生在台湾同乡会里面 嗯 当 新加坡政府认为这是合法的小团体而已 嗯 那黄欣才讲这个话就很明白的啊 告诉大家 你可能引起台海战争的台独 你别想在我新加坡里面打混 嗯 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嗯 因为新加坡搞不好还遭了词语之秧 所以他当然很谨慎的保持距离 这个黄欣才这样讲是对的 是对的 是呃 我觉得他这种讲话当然是基于 有利于新加坡的立场啊 来来来处理 包括台湾问题的啊 毕竟而且新加坡毕竟也是跟中国 大陆建交的 对不对 是吧 呃 所以呢 呃 呃 他在做了这方面的表表述啊 呃 但是也也的确反映出我们中 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啊 其实还是蛮关注台海局势的演变的 哈哈 因为 他们的确很担心 担心出现重大的变数呃 呃自己有 持语之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从经济上来讲 新加坡在台湾投资跟在大陆投资 都是很金额都很大的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差错 大概是找态度了 是 实际上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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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多数的我看到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啊 呃 还是这个对于那个呃对台湾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他们还是呃这个持不支持立场 甚至是反对立场的哈 他们还他们还是比你更正确的角度啊 我可以请这个永鹏兄参考 嗯 第一个全世界大部分人不知道台湾在哪 在哪里 对啊对啊对啊 是这个问题 包括美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第二个把台湾跟泰国分不清楚了 战所都有 因为英文叫台湾 它会混在一起的一大堆 第三个他们对于两岸问题 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也没兴趣的 是战权世界大部分的人 有的只是一些欧美的一些反中分子 因为要反对中国崛起 打压中国崛起 突然想到了拿台湾做做文章 这是有的 但是台湾真的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对中国来讲台湾不能丢是很重要的事 对就台湾来讲 台湾就是我住的地方当然也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重要归重要 两岸问题还是必须解决 但全世界没有人关心你怎么解决 因为过去都没有发生战争 他们就不关心 可是只要台海发生战争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关注这个事情 尽管角度不同 就像说这个巴勒斯坦跟这个加沙走廊跟以色列这场战争 如果没有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突袭以色列爆发这个战争 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巴勒斯坦在哪里 也不知道加沙走廊跟那个越旦和西安没有连在一起 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 那还不仅在问说巴勒斯坦人怎么会穿阿拉伯的服装呢 他们真是很搞笑 他就是阿拉伯人 但是因为现在经过媒体报导 他在关心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的战争 所以就变成很多人比较认识的巴勒斯坦 但认识程度也不深啦 所以台湾的媒体也大概是死于这种情形 就是说对于两岸的问题 新加的问题都是大概知道就皮毛而已 更不用讲是海外的人 也其他国家的人 是这样 是这样子 很多国家和地区他们 台湾对他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 这个着用和意义 所以他们跟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是相去甚远 他们也真的不关心不了解这个事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 包括还有日本 特别因为他们跟日本殖民过台湾 所以这两个国家 特别对台湾这个地方 对台湾问题 他就特别的看重 特别是在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在今天美国对华战略政策 做重大调整的今天 他要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么其中打各种牌 包括台湾牌 特别是台湾牌 他就被美国更为看重 因为他认为台湾问题的存在 跟他打台湾牌 这张牌太好用了 性价比是最高的 是吧 他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代价 还会自己送钱 跟他买那些不伤不伤的武器 对对对 他你看 打这张牌 不需要自己 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代价 一方面可以达成 遏制中国大陆崛起的战略目的 对不对 是吧 他扰乱你这个发展的环境等等 让你发展 复兴复出代价 另外一方面 他还会核取现实利益 大家都很清楚 比如说他买武器跟台湾 直接从台湾赚军 另外一帮人就是 打着美台所谓的交流 直接就要钱 对不对 没错 不仅从台湾赚钱 他还可以从大陆这边 没有错 从大陆捞好处 可捞更多了 因为他从 他那个打台湾牌 他可以垫高 他跟中国大陆讨价还价的仇 没有错 所以他过去更多的现实 所以这个 所以美国是最希望两岸维持 这个不同不独的现状的 两岸维持不同不独 他就两面可以吃拉卡药 还可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 或是中国的崛起 对呀 所以那个日本呢 当然呢 更有他的特殊的一个 所谓的情节吧 对不对 我倒是觉得 大陆要更加的硬气 对日本人讲 日本人啊 不要有任何一丝 一丝一好的心念啊 要动到台湾的脑筋上来 你最好离远一点 如果你要老是在这边的话 下一场中日战争 可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要不客气的 撂他话 对不对 是啊 这个日本呢 自己如果说 在这个问题上 没处理好的话 那么第二场中日战争 是很有可能的 我认为 特别是 我讲过日本人 好像有个战略学家 叫钱田元一宝 我忘了 他名字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 他有一次在一个 台湾的座谈会里面 我就听到 这不是公开的 也是一个学术机构的座谈会 他讲过说 我觉得很传神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中国要在战略上 尽量的避开 跟中国大陆的冲突 日本要尽量避开 跟中国大陆的冲突 他说 中国大陆 如果跟日本冲突的太严重 爆发战争 对日本是很不幸的事 他说 中国大陆 要动用核子武器 打台湾 不会 因为自己的国家 不可能用核子武器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因为 第二个 也不会用核子武器 想要打美国 因为中国跟美国 毕竟没什么深仇大恨 比如说为了台湾问题炒来炒去 为了经济问题炒来炒去 但到实际上 两边都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 美国再怎么反中 都嘴巴上而已 中国的东西就照买 他讲的话不无道理 他到后面的话就很实质 他说 但是 中国任何哪一带的领导人 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的 如果有需要用核子武器打日本的话 绝对不会质疑 我觉得他讲的很传细 日本人自己讲的 日本人自己讲的 讲说 中国是不会使用核子武器打别人 除了他被核子武器攻击 他才会用核子武器打别人 但是中国土地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你用核子武器对抗对付中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 但是 如果中国用核子武器打任何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大概就会灭亡了 然后中国不会打美国 不会打台湾 也不会打菲律宾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管哪一个代 现在领导的未来领导不管哪一个第几代 用核子武器打日本 心里面一点障碍都没有 他讲超传绳的 其实这位日本的前辈 他其实是 我认为他是比较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绪仇恨的 是日本在十多年来在这个 清华的带来的深重的跟中国 这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我想是几代人都不会 几代中国人呢 这个都不会亡聚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大陆这边呢 很多影视剧还是在播放的是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 对不对 所以这笔账呢 其实呢 还没那么容易就过去 特别是如果今天 日本呢 继续自己定位不清楚 而且这个干涉中国的内政 包括特别是台湾问题上面 他也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该跟中国再有什么样的摩擦 如果是因为美国而引起的 因为韩国而引起的 因为贸易引起都不是问题 但是日本如果因为台湾问题 引起对中国大陆的摩擦 中国大陆领导人动用核子武器 绝不迟疑 他论调是这样子的 即便不用核子武器 就是常规武器 他也受不了的 他也受不了的 就是跟中国大陆保持一个和善的关系 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因为台湾问题 别人介入台湾问题 大陆还不会那么生气 比如像美国 但是日本介入台湾问题 大陆老百姓一定会非常的愤怒 更不用讲中国大陆领导人 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不无道理 非常有道理